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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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大家討論相當熱的話題 除了電動車之外 就是近期發生的西濱的連環車禍 當然我們今天除了帶大家來看看 全球賣最好的電動車以及電動車 未來的趨勢之外 同時我們也要跟大家好好的來探討 有關於行車安全這個重要的議題 在我們今天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冠儀要先幫大家介紹 今天加入我們討論行列的兩位新同學 有一位我想很多資深的車迷 甚至於現在很喜歡汽車節目的朋友 應該都很認識他 他的聲音辨識度非常的高 你只要喜歡看F1 你一定都認識他 歡迎我們的Robin哥 哈囉 謝謝冠儀 不過你可不可以不要加資深了 我說資深的車迷 我說資深車迷不是Robin哥的資深 OK OK 哈囉 很高興真的 能夠來上到這個節目 然後跟那麼多好朋友 對 真的滿開心的 因為其實Robin哥本身也很喜歡車 那你旁邊的另外一位呢 跟你好像有一點點淵源 是不是有Robin哥來把他帶出來 這位小美女是誰呢 好的 沒有我就沒有他啦 這我女兒Kiki 是你女兒啊 對 那當然假使他平常的話 因為回到台灣之後的話 就一直就是 在做一些新媒體的東西 這幾年的跑比賽比較多 除了金卡納的話呢 當然還有就是Rally賽 華盟Rally賽 馬上我們三月份就有比賽 所以很歡迎大家都一起來 哇 好這個承襲了非常棒的這個熱血DNA 歡迎Kiki 謝謝 OK 那我們馬上進入今天呢 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 前一陣子發生的這個西濱的連環車禍 造成了二十一台車連環狀 而且呢 有兩死八傷這樣子的一個殘劇發生 大家都在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呢 其實在新聞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是因為當天的這個應該說氣候不佳 造成了大霧 所以很多的這個視線上面不良 因此造成了二十一台車連環狀 有些人就說喔 如果每一台車都有AEB加ACC的話 是不是可以大大降低這個嚴重的車禍發生 我想這個網路上討論非常的熱烈 真的 有人說這個天氣不好 你就應該把它關掉 這個不要依賴它 不過就我個人自己使用的經驗 你平常不會去關這個東西 對 還有呢如果你的天候 真的已經惡劣到那個感測器 看起來就無法操作的時候 它自己就告訴你 現在這個系統沒有辦法啟動 對沒辦法使用或是髒污啊 然後會告訴你看使用手冊 那使用手冊會講什麼呢 我們就拿這個Focus這個福特的 它的使用手冊上面就有警告喔 好警告來 此系統可能偵測不到靜止的車輛 或車速低於10公里的慢速車輛 這個我們自己在試車的時候 這個就是自動跟車的部分 對這個ACC的部分 好比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很容易發生喔 像我們在跑高速公路啊 常常會有一段好空喔 這個路況非常的好 大家開得很開心 ACC就開著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爽 但是呢突然前面 塞車了 而且塞到定點 對 這個時候如果你 人不注意的時候啊 會很糟糕 它很可能真的會追撞上去 因為我覺得時速差 對落差太大 對然後前面是禁止0的話 對 對 這種情況我們在試車的時候就碰到 所以我們常常也在 譬如說我們拍的試車影片 也告訴大家 你ACC開著 你不要以為它就一路讓你睡到底喔 絕對不是這麼回事 沒錯 因為你要有相對速度 那你相對速度過快的情況下 甚至於手測也會告訴你 如果低於10公里的車速 它也可能偵測不到 那當然現在的全速域ACC是不會有 這個情況 不過你的車速這麼快 尤其高速公路 你會時速90 100在跑的 如果前面已經塞車 塞到定點的時候 是0的話 它是0耶 對100對0耶 對這個時候真的是會無效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如果我們還原到當時的現場 起霧的情況 起霧的情況 雖然雷達看得見喔 人眼看不見喔 你知道知道如果只是霧 它並不是大雨 它不是下大雨 但是你如果是有人已經卡在定點了 為什麼後面那麼多車子會追撞 就是因為他們定點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即使是ACC的情況下 你也可能會追撞上去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在起霧的情況 你當然一定要先降低車速 肯定的 肯定的 因為你都已經伸手不見五指 你還可以用原本時速90再開 那我真是服了你 對不對 因為你心理已經會產生恐懼 因為人看不到的時候 通常都會直接先降速 對不對 這不是很自然的反應嗎 對 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然後你看 在這邊 他也有講的 原廠都會告訴你 原廠都會講 在寒冷以及惡劣天候下 系統可能會失效 不過失效 系統失效 它是會警告你的 沒錯 所以並不存在 我要不要用這個事情 因為失效它就失效 或是在功能受限的情況下運作 如果冰雪雨水 我們最容易碰到就是下大雨 我們試車有幾次就碰到下大雨 他就警告出來 現在不能用 或者是有一些車的 他們的跟車系統 到了所謂的雪碎 聽說就會失效了 就是進入雪碎之後 很奇怪 就是可能因為燈光的反差太大了 那一瞬間它可能就會抓不到 那個畫面就抓不到 對 那前攝影機和雷達不得被冰雪遮蔽 所以有的像我賓士那個 他是會告訴你 好像這個感測器髒污 你要看說明手冊 要怎麼處理等等 但是手冊其實也沒有講這個 這個重新啟動一次引擎 其實就恢復了 對 這沒問題 所以這裡也有講到 譬如說陽光直射或不足 惡劣天氣飛船的事情等等 等等這些 但是無論如何 像這種起大屋的情況下 其實跟前方保持車距 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的高速公路 就有規定 就是提供給你參考 如果你一般小客車的話 如何保持前方的車距 好 那這個大家要知道 譬如說 你的車速是90公里的話 你把它除以2 然後除以2是不是45 45公尺 然後就是公尺 那個是安全距離 那如果是大客車 車跟車之間 是你的車速減20公里 譬如說90 你就減20變70 也就是說 小客車 時速90的話 它要保持45公里 45公尺 然後那個大客車呢 是保持70公尺 但是我們聽到這個數字 大家會覺得 這剛不可能 好 我們平常在高速公路上面 這個不要說是 50公尺馬上就有人插進去了 對這個45公尺 開玩笑兩台車就夠了 兩台車去 就有人想要插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台灣人 開車習慣多麼的糟糕 然後呢 你只要碰到大霧 這樣情況 危險立刻就會發生 對 所以這個情況告訴我們 不是說十字車禍一定是94塊 重點是你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那你只要前方出一點點小狀況 你就沒有時間閃避 這一點我覺得是最值得討論 應該最後的討論下來的結果 應該是這樣 你只有ACC AEB 不能確保人的安全 對 你有沒有辦法保持好的車 這個車距 然後起了霧 你是不是知道開始要減速 好 那這又講到 你看我們平常在保持 使用ACC的時候 它不是都有這個幾格 你自己可以去決定 沒錯 你跟前車保持幾個 但是我常常在用ACC的時候 旁邊的車子一直插進來 一直插進來 我就越來越遠 這你就知道我們的開車習慣 非常的不好 這一點也要大家 這個互相勉勵一下 我們要改變一下我們的駕駛習慣 真的因為我們常常啊 在節目當中 或者是說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專家們他們的試車影片 都會一再的提醒大家 這位現在所謂的 AIDAS的安全輔助系統 都只是輔助最重要的是 握著方向盤的這一個人 他有正確的行車安全的觀念 也因為CB的這一起 非常嚴重的意外車禍 所以讓很多的消費者 又再度的來關注一下 車輛本身的行車的安全 是不是夠啊 那有些人就說 好 那我現在買車的話 是不是我就要開始來關注一下 我一定要買一些 比較安全的車 起碼我有配備AIDAS 就是有備無患嘛 在有時候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情況底下 他可能是就你最後一命的內根稻草 是對 雖然說良好的駕駛習慣最重要 但是有輔助是幫你加分 就像你買保險的意思一樣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一般人終究買車預算 不可能說無上限 所以如果說你的預算有限 你只能買我們所謂的國民車來講的話 什麼樣的車在台灣 能夠用最低的入手門檻 然後就能享用到ACC還有AEB 也就是自動主動車具控制的定速 還有自動車庭的輔助系統 如果80萬的話想要買到這些 有ACC跟AEB的有哪些 還好現在有了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在台灣現在能買到的車子 80萬能買到的車子內的話 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中型的國產車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 Altis Elyntra還有Focus 好先從Altis來講好了 畢竟這個是台灣在中型房車市場 應該是最主流的車型之一嘛對不對 最便宜69.8萬起 而且最厲害就是它全車系 都配備了我們很熟悉的TSS TSS呢它不只ACC有AEB有 它甚至連車道控制 讓你就是說便宜車道的時候 它會幫你修正回來這個部分 它也一樣有這套系統 所以有TSS的Altis以後呢 已經擺脫掉以前我們常常會說 Altis好像有點不安全 安全配備可能稍微差人家一截之類的 現在的Altis絕對沒有各種狀況 而且它還有1.8的自然進氣 跟1.8的Hybrid 兩種動力可以選擇 難怪現在每個月都是 三千多台的車子在賣 接下來呢 先不要看一點轉 先看Focus好了 Focus來講的話 一樣是現在很主流的中型車 是的 而且它的Corpilot360 超厲害的 配備超齊的 尤其是在安全的輔助上 是的 就是所謂的ADAS 先進的安全輔助的部分 它不只ACC AEB這些東西都是標配 它甚至連車道還是維持 可以置中的喔 對 而且是全速域喔 所以它開始在行銷的時候 它的說法是 這個是Level 2的半自動架式等級的 所以當然我們想得到的幾乎都有 只是它的門檻 入手門檻 如果要進入這一套系統的話 稍微高一點要78.9萬起 但是還是在我們80萬的 這個預算門檻裡面 再來剛剛先跳過的Eletra 它比較可惜一點 其實它在小改款之後 它也導入了 像是ACC AEB 車道偏移輔助 這些東西它也都有 只是可惜它也比較在 產品的比較末期 所以大家可能關注度比較低 不過這個車系很好玩 它我們都知道它有兩個動力 1.6自然進氣 跟1.6渦輪增壓的Sport版本 它在1.6自然進氣一般版本 70.9萬起的這個呢 剛剛講的都有 但是Sport呢反正沒有ACC 因為Sport的強調是操控 對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子 它覺得操控是在我嘛 對不對 我不要給系統來控制嘛 說法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也希望 既然更高的等級 希望也是越滿是越好 像剛剛講輔助配備嘛 多一個保險手 Focus ST也有喔 是啊 對 所以這個很好玩 等下次大改款的時候 再來看看是什麼狀況 好 看完剛剛中型車的這個範圍 來講的話 再來我們就看小型的先備車 其實80萬內也是有得選的 像巴比亞歐洲進口的車子 78.8萬起 基本上它的ACC還有AEB 這些都是標配的 對 可是它也是車帶稍微久了一點 所以在車偏的部分呢 現在是還沒有辦法選擇 然後Pianto這個就厲害了 最入門54.9萬起 不到60萬喔 是 已經不是80萬級了 是60萬級的 但是呢它的高階車型呢 ACC AEB車道偏移的控制啊 然後漆氣囊啊 它的高階沒有沒有ACC 但它高階的就是 它有配上全速域的車道居中 對啊 是不是比較特別 是的 小改款以後幾乎是滿的就是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預算有限 但是在這個有限預算裡面 你還是覺得ACC AEB很重要的話 這五台車可以讓各位選擇 但是還是我要跟隨剛剛羅哥說的 再強調點最重要的是 駕駛觀念一定要正確 這些只是最後就你一命的 可能是那個關鍵點 但不一定它一定會幫你殺停 不是有了這個 它就一定幫你殺停 對 其實這21台裡面也有一些車子 是有AEB跟ACC的 對 有些新車 它還是撞得這麼慘 甚至我們講 稍早你記不記得還有一個新聞 一台特斯拉 是不是撞到一台翻倒的貨車 它就直直撞上去 對 那時候還好天氣喔 它一樣不要說ACC AEB 原廠還說它是自動駕駛等級 對 它照樣撞上去 所以千萬不要過度相信這個 但是你自己的駕駛的經驗 還有你自己駕駛的道德 還有你駕駛觀念的正確 這個才是最重要 對沒錯